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1978年以来的改革则改变了我国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 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全国劳动力就业矛盾非常突出 全国约有一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陆续从农村回到了城市 需要安置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 大批在平反冤假错案中 落实政策的人员需要重新安置 在城市新成长起来的年轻劳动力也面临就业问题 政府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不可能一下子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求 本不富裕的国家财政越发显得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戴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日益增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980年8月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 要求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提出解放思想 放宽政策 发展生产 广开就业门路 实行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的劳动就业部门介绍就业 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就这样 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突破口 原来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被逐步打破了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大批回程知识青年 开始通过在街头摆地摊 卖鞋帽 包饺子 卖馄饨 开修理铺等方式自谋职业 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 个体经济发展迅速 摊位 店铺如同雨后春水一样 在国内各个城镇的大街小巷冒出来 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雇工 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和个体户收入的不断增长 一场关于市场化改革到底姓资还是姓赦的争论 却欲演欲烈 在安徽 可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取得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费的时候也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在外面的手中吗 可以朝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要退上 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小的瓜子儿暴露尖锐的问题 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而焦点就是雇工数量问题 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 举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 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 根据这个当时有人认为 只要个体户的雇工不超过七人 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 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雇工超过七个人 雇主就由个体户变成剥削劳动者 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就要对其采取限制措施 傻子瓜子儿雇佣一百多人 远远超过了八人的界限 因此有人主张取缔 有人分析了1982年 傻子瓜子儿总收入后发现 傻子瓜子儿经营者 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年广九个人所得 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 分别占总收入的 44.6% 12.1% 43.3% 年广九雇佣的工人收入 比国有企业职工收入要高得多 还有人认为 年广九开办私营企业 对社会不但没有什么坏处 而且有好处 因为在他的带动下 吴胡一下子涌现出近60家 瓜子儿企业 瓜子儿销量达到1500万公斤 成为远近闻名的瓜子儿城 这些争论传到邓小平那里 他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 前些时候 那个故宫问题相当震动啊 大家担心得不得了 我的意见是 放两年再看 如果你一动 群众就说政策变了 人心就不安了 让傻子瓜子儿精明一段 怕什么 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明确表态 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 打消了人们 对发展个体经济的顾虑 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 迅速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